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人它有很好的天福 比如说他们在天道跟阿修罗道交界处 长了一棵树 这树开很多的果实 跟在阿修罗道那里 结果在天道这里 天人都去吃 吃了以后都有很多的殊胜 阿修罗就是很嫉妒 本来脾气就不好 又发生这种事情 那怎么行 常常作战 对不对 我们就知道天人他们有的就叫无死干路 什么叫无死干路 他们作战 你只要 就是天人它跟人不一样 你这个四肢手脚身体 你只要头不要砍断 这个天人都不会死 它会长出来 不小心头砍断了也不会马上死 跟人不一样 它比较有福报 它只要有无死干路 把它涂下去 头再接起来就可以了 又活起来了 所以这干路 对天众来讲 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这个人道 在尝试这个佛法的干路 因为人的见闻觉知能力 非常短浅 都不知道它的加持 很殊 那你看这个天道 天道跟阿修罗道在作战 作战的时候呢 这个天道常常 有的时候会打输阿修罗道 这个阿修罗道它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天人怎么样 爱干净 爱漂亮 都喜欢香香的气味芬芳 那阿修罗道就去拿大便去丢他们 这样 一丢 那天人就哎呀 就没有办法打了 臭死啊 好脏啊 但是就没有 打仗没有输 是被大便打败的 就觉得很臭 就没有办法 常常就是节节败退这样 那么就是 这个帝世天王 就是求佛 然后呢 就是 这佛也教他们 在这个 天人有很多的兵器 对不对 比如说在一个长枪 在上面就绑这个袈裟 红布 现在就是红布 昂菜 他说这个阿修罗打过来的时候 你们就把这个举起来 喊 喊什么 摩赫波罗 波罗蜜多 就喊 波罗 波罗蜜多 这样 这就是代表 空性的智慧 对不对 就把这个 袈裟的 一片一片 袈裟的 把那边上 举起来 然后就呐喊 阿修罗就退败 靠近都没有办法 靠近 那所以我们在 你看以前我在这个 学这个武术的时候 用很多兵器上面都绑红布 对不对 就是这样都传下来的 现在都不知道 它的缘由 就是说 这个就是吉祥 这个就是喜气 其实它有很甚深 远远流长的 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意义 在其中 所以今天能够学佛修行 能够升捷佛缘 能够成为一个佛弟子 那真是很难得 殊胜的因缘 你看我们可以到处去认干爹 认干妈 对不对 干姐 干哥 干弟 干妹 然后呢 就是都有很多的世俗 或者不清净的动机 你看有很多的干哥 干妹出去约会 干妹妹回来就说 我干哥哥怎么对我毛手毛脚 他还派他来问我 你说那他认你当干妹妹干什么 不就是看你可爱准备 要跟你毛手毛脚吗 没事认你当干妹妹干什么 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俗 就是你没有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你都要去认一个干的 对不对 你有已经很多了 世俗的这种情缘 有很多的六亲 等等的阴亲 你还要再去认 你结了这么多的缘 可是你就是没有佛缘了 这些缘 你结了一生 耗费你一生的精力和时间 它产生无量无边的过患 没有办法在你的人生的生命意义 有多少的加分 反而呢 会让你在这三界六道中 由于你不断的去横结 这样的有杂染 有染灼不清净的缘分 会让你身陷 六道轮回的泥沟中 你没有办法处理 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 唯有你结了佛缘 你跟三宝结缘 你的六道轮回苦难 它开始要倒数计时 终于你会出离 三界六道的轮回 不再受苦 所以结佛缘是那么重要 我们下期见到